經濟前景不太明朗 最近有調查發現 有八成的市民都看淡接下來的經濟 新年快到了 不知道大家在花錢的時候 會否更謹慎和節省呢? 有近四成的受訪市民說 今年新年預計開支是四千元 當中會用得最多是豐利是 有近三成的市民說 今年會減百分之十以上的消費 當中減得最多是外出旅遊 和買新生辦年貨 不知道以下這班朋友 他們做的生意有沒有賺錢呢? 雖然只是年二十七 但是維園年宵 今早已經人頭湧湧 究竟為甚麼呢? 現在這段時間天氣都挺好 人也不是太多 所以現在都會趁現在這段時間來買 天文台預測 年二十八年二十九 可能會又凍又下雨 不只影響市民行花市 花檔檔主也很擔心 是不是減了價的? 是啊 我經六月嘛 六月我現在買一百元三半 以前是八十元一盤 但是如果到時下雨很大 那麼小豬很多人來逛 那個價錢會大概怎樣呢? 大家要再減一點給人 不想拿回來 儘量買書 會減到最便宜的一盤多少? 三十元 不少室貨檔都一樣減價促銷 有些更加以全長貨品白折作招來 至於乾貨檔的情況都差不多 今天已經減了差不多接近一半了 這個公仔 是啊 你這麼快減一半? 其他檔都未去到 因為我們新聞台說 接下來這兩天會下雨 而我們怕現在不劈 到時賣不出了 因為我們今天開始想轉為薄利多超 儘量將我們的貨 儘快確保去賣光 這些貨賣了多少? 都大概有三成多 標誌算不算理想呢? 理想中差一點 旺丁不獲財 現場所見 大部分攤檔都提早減價 平均減幅都有兩至三成 難怪今天的人流比上年同一時間多 為什麼選擇今天來買東西? 因為今天一來就小朋友放假 二來就是我們今天想有便宜的東西 所以來的 會不會隔下價才買的? 隔價? 都會的 看看價錢 適合自己的心情就買 有人大減價 也有小部分當主對銷情充滿信心 現在還有幾天、三天 花今年應該挺好的 應該不會減價 暫時的貨物去了多少成? 都去了一半的了 已經 我們相信之後那幾天 也會更加賣得